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缓绕 你的温柔其实遇到 要我换你怎样的笑 我明不明都知道 这将是最后的拥抱 你给予我一个圈套 我不能跳不能蹲躁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 我想留的你想忘掉 曾经幸福的痛苦的 该你的该我的 刀子一笔口笑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 不同的人不受骄傲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 我想留的你想忘掉 曾经幸福的痛苦的 该你的该我的 刀子一笔口笑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 不同的人不受骄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原来牵着手走的路 只有我一个人相信天荒地老 皇后 皇后 皇 你是不是皇后啊 这位大哥 你认错人了 小女子微寒凭贱 怎么会是皇后呢 你真的不是皇后 我叫桂花 对不起 你真的太像我的大姐大 皇后了 我说怎么也不会是皇后啊 她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这位大哥 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哦 鬼话 你这不要脸的贱货 居然要假称你爹死了 上街骗钱 你把咱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把今天片的钱都拿出来 重光 这是留给咱们吃饭的 不能给你 好了 你就算当本借给我 当我翻了本呢全都还给你 拿着拿着拿着 不行不行重光 我求求你 别再去赌了 你真的别再赌了 放屁 你不让我去赌 你让我死啊 拿过来 这钱我绝不给你 拿过来 绝不给你 你给不给 不给 你不给 大哥 这位姑娘很可怜的 你不要打她 我打我老婆 你什么事啊 你谁啊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背着我 搞拼头啊 你这个臭贱人 你不可以乱讲啊 我们俩根本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你们俩跑这干嘛 他们一个人都走 你们想让我当家的头啊 重光 你不要胡说 我跟这位大哥 根本就不认识 是啊 你就搞吧 我 我再也不管你了 快 拿起来 拿来 我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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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不给 去 大花姑娘 你 你 你独自散了 你们俩热乎吧 我拿这本啊 换大银子去喽 桂花姑娘 你不要太伤心了 也许她今天真的能赢钱 以后会对你好的 我还指望她对我好啊 我只盼着她别把我输进去 大哥 实在对不起你 害你平白受了冤枉 没事的 你们没有受伤 我带你去看大夫 没有 我家就在那边 我自己走回去好了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免得一会她回来 又该有麻烦了 好 好 还有说没事 我 我扶你回家去 来 小心点 坐下 坐 好心的大哥 真是谢谢你啊 没什么 你快坐吧 我站着就行 挺好的 我刚才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头一晕就有点站不住了 头一晕就有点站不住了 一定是她打得你太重了 大哥 大哥 我在你面前也没有什么好撑着了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 其实 我爹早就过世了 我真是不孝 竟然打着她的名誉去要钱 不 为的就是 我们俩能有一口吃的 可是 可是她还是要去赌 我 我这里有一块饼 来 你快吃吧 快吃吧 谢谢 不用谢 喝水 你怎么不吃了 那个死鬼也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我还是留给他吧 他又打你 又抢你的钱 那还像个男人呢 我也没有办法 我也没有办法 谁让我嫁给他了 这种老公有也像没有一样 他原来其实对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个时候 我们家在镇上开了一间杂货铺 家境也很富裕 我爹看他人很老实 让他在我们家铺子里打工 那个时候他很勤快 我爹就把我嫁给了他 后来我爹去世了 我们两个就经营着那间铺子 我们一天 日子过得像模像样的 那个时候他真的对我非常好 结婚以后 我们俩真是很恩爱的 可是后来 他认识了一群狐朋狗友 天天拉着它去赌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 家里面的铺子输掉了 所有值钱的东西也都输掉了 我想再输下去 恐怕就是我了 他真是害死你了 大哥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啊 我听人家说 十年修得同传度 半年修得共枕眠 能够成为夫妻也是几辈子修来的缘分 怎么能够说是谁害谁 是啊 你怎么了 大哥 实话跟你说 我其实是出来找我的新娘子的 她貌若天仙 人又好 我根本 我根本配不上她 可是她居然答应嫁给我 但是我真的好开心 又很害怕 我把她嫁给我之后 她 她会后悔 更害怕 别人笑话 别人笑话我们 她受不了 所以我就在拜堂的时候逃掉了 什么 你在拜堂的时候逃掉了 那她呢 她被我气跑了 我是出来找她的 可是哪也找不到 大哥 你真是太笨了 如果一个女人她决定嫁给你 就是把她这一辈子都给了你 只要你好好照顾她 她怎么会后悔呢 大哥 你说 你长得丑 新娘子很美 可人的长相又能说明什么 心里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 大哥 我觉得你 心肠那么好 她嫁给你 她不会后悔的 再说 结婚以后是两个人过日子 只要你们两个人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谁又有资格去取笑你们 你说对吗 我真是蠢 我怎么不明白呢 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让她赔罪 好的好的 你快去找她 我这没事的 那我先去啦 快去吧 杜忠光 杜忠光 走出来 她死哪去了 她不在家 她不在家 不在家 我还不知道她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玩意儿 快说 她往哪去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她已经好几天都没回来了 你老公去哪儿 你能不知道 好 那么她欠我的钱 你来还吧 连本带利一挂二十两 拿出来 二十两 我求求你了 方大哥 你多宽限我今日吧 我实在是没有啊 宽限 我都快些你多少天了 啊 你没钱是吧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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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哥 求求她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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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华 不要 不要再打了 我让你不还债 我告诉你 后天我们还来 如果还没有钱还我 我打着她的两条腿 走 看什么 没见过药寨的 快点 快点 桂华 你不要紧吧 怎么样 我没事 我没事 你快去找你的新娘吧 不行 你受了伤 我留下来照顾你啊 你等会儿 我去找大夫 桂华姑娘 桂华姑娘 天都黑了 都一天夜了 这个丑二蛋 怎么还不回来 她是不是真去找你娘了 她肯定是去找柳姑娘了 柳姑娘是她去走的 她如果不找她卖力一点 柳姑娘怎么会原谅她呢 她还算明白 所以找不到人啊 她是不会回来的 我要是娘啊 就算她找到我 我也不会原谅她 哎呀 你说这个臭二蛋啊 她胖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 她还逃婚 真不明白她是怎么想的 哎呀 我们现在不管她怎么想的 我们现在要想想 柳姑娘到底去哪了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就连一姓呢 我也去过了 哎 就是不知道秦叔叔找到没有 秦叔叔 五哥 五哥 找到我娘了吗 没有 没关系 也许你娘是一时生二蛋的气 才离家出走的 没事 明天咱们在分头去找 一定会找到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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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主 我们这里是尼古庵 不接待南乡客 师主请回吧 小师太 我不是来进乡的 我是来寻人的 你想打听什么人呢 我想打听什么人呢 我想跟小师太打听一下 见没见过这样一位大姐 身高跟小师太差不多 身穿这样一件衣服 外皮红纱 有 我得回去问问师父去 柳姑娘 师父 门外来了位高个子男师主 说要找柳姑娘呢 你告诉她师主在这儿了 没有 她来找人 形容得跟柳姑娘分毫不差 我只说问问师父 看见没有 师太 是我师兄找来了 就你让他走吧 我不要见他 施主若不想见 何须凭你挡架 有他自去就是了 不 还是请师太去回一声吧 就说没看见这个人就行了 从此山门多事已 师太 你既已收留了我 就再帮我一回吧 等师兄走了 我就从此不理俗事 一心修佛 出家人不打狂语 再说 就算凭你想助你 也不见得劝得走他 师太慈悲为怀 爱情勉为其难 破一次力 成全柳絮 我师兄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不会纠缠不休的 师太求你了 师太 阿弥陀佛 可是这位施主要寻人 正是在下 施主所寻之人 碧安从未见过 还是请施主到别处去探问吧 师太 这位大姐是在下急切要寻之人 或许 贵安来往相克众多 留宿安内 师太并未在意呢 凡且师太再去查问一下 看看是否真有此人 施主真是高抬彼安了 荒野小寺 怎能与那些大庙明差相比 彼安上下 只有平尼和慧敬师徒二人 从不留宿相克 施主所寻之人 只怕平尼无缘相识了 师太是出家之人 或许行善积德 并未记挂在心 师太须知 我佛只度有缘人 倘若身在坎外 即便有心向佛 也是无用的 这样余佛余苏 都是两害 听师主之言 是通佛法之人 更应该懂得万事因果相报 原生原灭的道理 原起处是好友就交 原灭处就六亲不认 踏进坎内既是我佛弟子 前生往事都如静花水月 终究是虚然 多谢师太指点 倘若师太见到我要寻的人 烦请将告一声 就说秦穹明晚不悟 请愿埋首山中 也要他讳赐一件 阿弥陀佛 师主所托之事 凭你记下了 告辞了 多谢师太 喂 喂喂 你还在这儿喝酒啊 他不赶快回家去啊 谁啊 那呀 你和桂花不错 先借我一二十个童子 我翻本就回来 我是出来找新娘子的 跟桂花没关系啊 谁看不出来啊 谁不明白啊 能不能借点吧 你别再赌了 你老婆对你那么好 特别你担心还要替你挨打 可是你就知道赌啊 你还算什么男人哪 你管得着吗 我就愿意赌 你要不愿意借就快滚 别影响我喝小酒 不行 你赶快回家去吧 要债的已经把你老婆打伤了 你得回去看看啊 说什么 要债的去你们家讨债 没有钱还就把你老婆打伤了 还说要找你算账呢 桂花她伤得重不重 当然重了 头都被打破了 我得去看看她在哪儿 还能在哪儿在你们家 老板 走啊走 桂花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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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老公了 桂花 冲公 你回来了 你没事吧 是谁 是谁打的你啊 方六他们来讨债 你不在 他就把我打了 他们打你头了 伤得重不重啊 没事的 是这位大哥叫你回来的吧 他告诉我你被打了 我就回来了 我原本也想早回来的 这 可他妈手气一直不好 我想翻了本再回来的 桂花 都是我不好 害得你挨了倒 别说了 你快走吧 他们还要来的 这回他们绝不会放过你的 那我走了 桂花 你可怎么办呢 我没事的 最多 他们再打我几下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再说了 躲过这阵子再回来吧 谁说不会怎么样啊 他们走的时候 不是说要你老公拿腿来还债吗 要是见不到她的话就要你底吗 真的 是啊 那怎么办啊 我不走了 你别傻了 你真的快走吧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不行啊 桂花 这方六她说话算话 她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反正我也成了废人了 他们要我的腿 就让他们拿去好了 我不能让他们再伤害你 你不读了不就没这事了吗 桂花 我从今天起一定戒毒 怎么 你不相信哪 我真的再不能相信你了 你说你发誓发了多少回了 可是一次也没有兑现过 我再也不相信了 桂花 你就相信我吧 我这一次一定戒毒 戒了毒 我们俩还想 还想过去那样 好好过日子 你还记得以前 咋会不记得 过去我们 互相恩爱 日子过得多好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赌呢 我也不想赌 可以走到那儿我就 这腿就不挺使用的 所以方六他们想要我的腿 那就拿去好了 大哥 你真的决心借赌吗 我真的借 那好 我这里有二十两银子 是这些年我攒的 本来准备当盘缠去找我的新娘子 给你拿去还债好了 这是你多年的积蓄 我们不能要啊 你们拿着好了 你们还了债 你就能安安安安安地过日子 你千万不要再赌了 我愿意把这银子送给你们 好吧 拿着吧 多谢大哥 多谢恩人大救 不用谢我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 就谢桂花姑娘嘛 是她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啊 你们好好过日子 我去找我的新娘子了 你记住了 好好对你老婆啊 我先走了 你快去送送 不知小师太有何见叫 没 没什么 施主怎么还没走 找不到我要找的人 我是不会走的 师父 那个男施主还在外面 他说要见不到他要找的人 就不回去 师父 我们怎么办 顺其自然吧 施太 我师兄在安安安久留 恐怕会招人非议我们 我想出去见他一面 将他劝走 还望施太恩准 施主本是俗家人 我怎么谈得上准与不准呢 见与不见但由施主决定 师兄 你还是找来了 我怎么能不来呢 你不知道大家这几天 都是怎么发疯似的找你 我知道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那怎么样 天天出去找你 天天说 不知娘在外面有没有受苦 这孩子 头生做了我的儿子 也是注定命苦啊 师妹 二蛋都出去找你两天了 还没有回来 啊 其实二蛋他 师兄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 二蛋是个好人 我也没有记恨他 他嫌我 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现在已经 已经不重要了 师妹 我 这两天 我想了很多 苏世间 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 我决定出嫁 你们也不必劝我 我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早有此念 只不过现在更明确了 师妹 倘若 倘若 这确实是你平生所愿 我自然不会拦你 可是 你明明是到了这安理之后 才想到出家的 我怎么能同意呢 淡淡怎么能同意呢 即使大宝玄才他们 也不会答应啊 师妹 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 快快乐乐地生活了很多年 你怎么能忍心就此抛下 我们不管呢 师兄 你别再逼我了 我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想自己选择命运 想远离伤害 可是 总也没有机会 好不容易想安定下来 想嫁了 又被人嫌 师兄 我只想求个亲近 是 淡淡 就托二旦照顾吧 他这个爹 当他比我这个娘好 师妹 你误会二旦了 其实 如果他真的嫌弃你的话 即使你原谅他 我都不会答应 我又怎么可能 帮着他们一起来找你呢 无论是不是误会 对我而言 已经不再重要了 我已经做了决定 从此清登皇隽 了此残生 师妹 你别怪我这个做师兄的 说话太重 你一直为自己受尽折磨 而自怨自毅 可你知道吗 受尽折磨的又岂止你一个人 是 二旦逃婚是他不对 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逃婚吗 我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我也非告诉你不可 他是因为太看重你了 总觉得你高不可攀 所以才会兴起这种自卑的念头 我已经答应嫁他为亲 他还有什么好自卑的 这正是二旦善良的地方 他总觉得配不上你 怕别人看你的笑话 所以才会有逃婚的念头啊 这下子 岂不是趁了他的心 他再也不必自卑 也不用担心别人笑话的 师妹 你 你未免也太固执了吧 你说我固执也好 无理取闹也好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的选择 或许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 为自己做决定了 师妹 你真的忍心 抛下蛋蛋不管吗 蛋蛋 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而且有二旦他们照顾 我也不必担心 但是 有一件事 还请师兄答应 什么事 此云庵 乃佛门清静之地 不宜多受打搅 希望 师兄不要将我的去处 告诉淡淡他们 以免骚扰师太清修 我们师兄妹 原尽于此 今日已别 无须再见 还望师兄珍重 师妹 你怎么不吃饭啊 吃不下吗 也不知道爹和娘在外面吃什么 哎呀你放心好了 他们都是大人 他们不会让自己挨饿的 对呀对呀 说不定哦 爹还好 娘生气走的时候 身上又没带钱 又不像我们一样 当过叫花子 咽过杂耍 在宫里的时候 自然苦 可还有吃的 哎呀 娘这样 还上哪吃饭呢 这 让你这么一说 我也担心起来了 你们大家都怎么了 振作一点啊 相信啊 他们一定会没事的 啊 别担心 吃饭吧 哎 秦叔叔 我回来了 找到我娘了吗 淡淡 秦武哥要找到你啊 就一定会把他带回来的 他累了一天了 让他先吃饭啊 好吧 秦叔叔 快吃饭快吃饭 淡淡 我找到你娘了 他在哪儿 你娘她不愿意回来 我娘 她不愿意回来 为什么 她在哪儿啊 淡淡 你娘她很伤心 她暂时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 那我娘是不是不要我了 不是的淡淡 你娘不会不要你的 你娘只想暂时清静一下 那 那我娘在哪儿 我去找她 她在山上的雌云庵里 我娘 她去尼姑庵里干什么 她该不会是想出家当尼姑了吧 说不定 这回二旦是真的伤透她的心了 我娘 要当尼姑 那我以后岂不是见不到她了吗 淡淡 现在能求你娘回来的只有你一个人 你想让你娘回来吗 想 好 淡淡 明天秦叔叔带你上山去找你娘 记住 一定要用你的诚心和孝心来感动你娘 让你娘知道我们大家是多么需要她 她也同样离不开我们 只有这样 才会让你娘回心转意 要不然的话 就有可能一辈子见不到你娘了 嗯 我一定说得动娘的 说不动 我就不下山 要不 我就做个小和尚陪着她 反正我已经尝试不老 肯定能陪她一辈子 天朗爷 求你保佑我 明天一定将娘劝回来 一定一定 哦 对了 还要保佑我爹 在外面平安无事 有吃有喝 淡淡 你在祈祷什么呢 淡淡 你是不是在祈祷 明天能把你娘劝回来 还有二代也能回来 啊 我回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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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死二代 臭二代 跑到哪儿去了 我去找你娘啊 那你晚上也应该回来呀 不回来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我们忙着找柳姑娘 还得担心你 哎呀发生了很多事情 一时半会也说不清啊 你们怎么样 找到柳婿没有 找叔找到了 在哪儿啊 二代回来了 啊 五哥 你们找到柳婿了 他在哪儿啊 在山上的慈云庵里 啊 柳婿在慈云庵 他到尼公庵干什么 都怪你 娘被你气的 跑到山上的慈云庵里 要出家呢 啊 啊 坏了坏了 柳婿要出家 这怎么能行呢 啊 五哥 五哥你想想办法劝劝他呀 千万不能让他出家呀 能不能让师妹早点回来 主要要看你和淡淡的 那我马上去见他 等等 我们说好明天一早去的 关键是你要想好 怎么说 嗯 你放心吧 我明白柳姑娘的心意了 无论如何 我要把她找回来 就是这儿 紫月啊 小师太 麻烦你 施主 你怎么又来了 师父说了谁都不让进 哎 哎 啊 柳婿 你出来呀 我有话跟你说 千做万做都是我的错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 我给你磕头赔罪了 娘 我知道 你生蝶的气 不想见我们 可 我实在是想你啊 我给你磕头了 师太 都是我不好 又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已经叫师兄不要再来 可他们还是不放我 师太 我不要见他们 我真的不要 求你 再替我回他们一生 让他们走吧 你若真的不想见他 雷霆万君也只若空谷深谈 凡俗之声不得入耳 又何须老霓前去饶蛇呢 娘 刘婿 你出来呀 你出来呀 刘婿 你出来呀 刘婿 你出来呀 你出来呀 娘 刘婿 娘 你快出来呀 娘 娘 你出来呀 娘 你快出来呀 我们再等你呀 娘 我们再等你呀 我们想见你呀 娘 二蛋 下雨了 要不咱们明天再来吧 不 等不到刘婿 我死也不走 蛋蛋 你还是个小孩 要不你先回去 这样一家就会灵坏的 蛋蛋 不 我不走 我是连这点雨都受不住 娘怎么会感动呢 这些鬼才上 我姐一定要陪着 我就不信 娘会永远够离我们的 对吧 爹 对 五哥 你先带他们回去吧 二蛋 雨太大了 你们要是灵坏了 是不是会伤心的 明天来夜是一样的 不 齐叔叔 这样娘知道了 会前咱们没有诚意 就不敢下山了 我不回去 就下再大的雨 我也不怕 对 下再大的雨我们也不怕 再大 嗯 嗯 师妹 听见了吗 你舍得下他们 他们舍不下你呀 既然你们有心 我成全你们 柳婿 你出来呀 我们有很多话要跟你讲啊 娘 我求求你 大大好好想你呀 你就出来见我一面吧 柳婿 娘 你出来呀 柳婿 啊 师太 佛弥陀佛 今天这场雨好大呀 师太 我 施主心神不宁 眉宇间似有胶着之气 可是为这场淫雨所亏 师太 虽然那些门外之人 早已与我无关 可也是这世上可怜的众生啊 柳婿实在不知 佛门弟子 现在应该如何行事 还请师太指点 我佛慈悲 普度众生 行善不求报答 相交无所挂心 是为正度 可我怕红尘万丈 再为所困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贫尼早就曾对施主言明 与佛有缘 贫尼自会相助 尘缘未了 贫尼也不敢相留 只因为未了之缘终虚了 你出来啊柳婿 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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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冷不冷 不冷 你会顶得住 好 除非娘 忍心让我贵死在这儿 否则 否则 就算剩下 最后一口气 我也挺得住 爹 你呢 你没事 我怎么会有事呢 反正咱们两个干什么 都是在一起的 柳婿 你出来啊 娘 柳婿 娘 快点出来啊 娘 快点出来啊娘 柳婿你出来啊 我求你出来啊 大慈大悲的菩萨 请给弟子柳婿一个明示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弟子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出去 就找到这么一间破房子 皇上就将就一下了 好 这里挺好的 要不臣骑快马到附近县里叫人来接驾 我因为不想惊动他们才走小路的 要不然 不知道生出多少事情来浪费时间 坐 谢皇上 这里离行阳还有多远 大概有一百多里 真是天功不作美啊 要不是这场雨耽搁了我们的行程 今晚我们就可以见到秦兄了 饮酒畅谈 这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 哈哈哈哈 皇上若着急 我让五弟前来见驾 朕这次就是为了亲自来迎接他们 朕要是想召见他们 朕留在长安城就好了 何必这样一路颠簸 长途跋涉呢 是 朕看这场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来了 我看我们就在这歇会儿等雨停了再赶路吧 好了 遵致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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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施主 你快出去看看吧 小施主已经在外面淋了好久了 再这样下去也许他会死的 满脸湿泪的我拧开也无堪 为了和你好聚好散 不敢说出多悲伤 你的心已淡 我的情未断 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 请你喝完桂花娘 从此不再为你吓 怕你又是我的方向 永远都为你心乱 心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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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